不过就是炒股不炒股 有些个股持住都担心 这个财子就问维他奶345 对了 那就更新大家一点 相信大家都有看新闻的了 不过可以说两句 那都清楚发生物事 对了 说两句都要说两句 他是有货还是什么 他有货的 不过我一会告诉你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先讲讲维他奶的情况 那就是 不好意思 公司旗是一个员工 涉嫌在7月1日 在铜锣湾习境 事件就发烤的 引起内地网民不满 公司之后就在微博发声明 就说网上一些文件 就是未经授权就已经是转载了的 公司表达不满的 另外有报道就说 内地多个城市的商户 就自发将维他奶的产品下架 维他奶在内地的业务 收入大概是占他整体收入的 大概六成左右 六成六左右 对了 这样 就是这个讲一下背景给大家听 就是周末发生的事情 说回财仔 他三四五就问 他说他18元就辞货到现在了 他一直打算收息 他说现在怎么看呢 还持不持续 还是借这一刻换马呢 因为今早也跌得及的 老实说 就算18元买到很低水平买 其实股息回报率 就不会特别吸引的 我相信你不会很依赖股息 主要是希望做到股价上的增值 做到财富效应的 维他奶这几年来的声势 主要集中在内地市场上 现在就是面对着一些政治事件 可能内地的业务有机会防护 但是从过去经验上 有不少企业出现这些事件之后 内地说背割 但是公司澄清完之后 可能最终没事的 有这个情况在 今天维他奶很大机会出现 一个overseed的状况 因为事件上怕人先沽了 但是怕那些人想什么 又不是完全没道理的 现在公司又是处于一个格局 叫做两面不思人 六成的业务内地 或者增长动力最大来源是内地 但是香港业务是否可以没有 是否可以完全忽视 你会不会说香港的颜色经济圈上 未来导致维他奶的销售大job 不是完全没有这些风险的 你18元有得手 但问题是否值得手下去 这个就因人而异 我觉得你买得维他奶这类型股份 不止维他奶 行业有些可能很不同 少买这些完全两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同样的 投资概念就是 你买不买个Bang 你买不买个品牌上 维他奶以往来说 你买的两点就是 那些品牌 这些产品很受欢迎的 喝开会继续喝 而说内地上面 预料这个品牌上面 和内地其他品牌有竞争力 越来越多人上 但问题就是当这些品牌上 涉及一些政治风险 你就担心整个销量有改变的时候 估值就有个向下大幅 大幅向下收调的状况 现在跌了下来 没错今天跌很多 25元这些水平 技术上都穿了位 可能未必再跌下去 但问题是你看这一刻的市盈率 还是50倍PE左右 你说50倍PE还要面对增长放缩 一定是害怕的 所以我觉得你看心态 如果你是一些长线持有的投资者 你觉得对件事不害怕的 那你就继续炸住 至最坏情况 可能你打回软银赚少了 你仍然有得赚 但你问我的话 我现在很害怕公司 无论本地业务也好 内地业务也好 都面对着一个增长放缩 我会建议先走 甚至今天开始也应该走 无端端又要输到1元左右 我觉得这些位置 我就觉得安全起见 我自己觉得 还是建议固守先的 对了 18元到现在 他都真是持有了好一段时间 你本身 你说公司不是没有长线持有的 但问题是面对着这些公司 这些状况就像汇丰当年 上年这样 两面不是一 你可能有得搜 搜到现在 那时40多元 拿到现在 你又可以赚回 但问题是 是否要吃完整个V字过程 你如果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你有机会吃一个 很深的V字过程上面 没问题的 你可以继续炸豬 但我的想法 就是先走一走 到时候低位 可能有机会给你18元 这些位置再买回 但不会是短时间内见到 但是短期来说 我觉得维他奶 很大机会要走一个V字影 我觉得这些位置 只是第一步而已 走一走 我们都说下半年 整个部署要弹性 一些东西要变得快 维他奶就是其中一样 开始要变的股份 我想短线来说 始终面对着政治风险 也不只是担心内地业务 本地业务 香港业务也会在担心 短线来说走 我会建议炸豬先 对